因为它往往会长得很高 三大了 那他们会去使用它哪一个 就是这一个 它的右眼 这一个 这整根 然后把皮削掉之后 它是滑滑嫩嫩的 炒起来 炒起来其实是吃起来还蛮不错 还蛮不错 就是说其实在很多人的 就是说其实很多植物很多动物 其实都有它的人文故事的 都是跟身边的 生活的人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那个 在地的人就不知道他叫笔筒书 不知道他叫舌木 就知道他叫善大人 所以其实是 其实是怎么看待 这也是绝对 这是双叶解 这是他的右眼 他的头还中分的 这是他的右眼 就是他的最新最新的嫩叶 这个 绝类 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绝类 稍微注意一下绝类 绝类其实是 算起来是 它是用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一种生命的繁殖模式的 它不是靠种子在繁殖 它是靠包子 它也不是靠饭头 它靠包子 那包子的繁殖方是对于 这是很早期的 很早期的植物从海里面往陆地上移动的时候 先从海底的枣类 过来之后是 苔藓类 过来之后是 蕨类 到蕨类之后 维管树才渐渐在形成 维管树才渐渐在形成 再过来是螺子植物 再过来是被子植物 我们现在大部分所看到的 或者是吃到的果实 其实都是被子植物 就是一般我们的所谓种子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植物的老祖宗 我们现在的人在利用上 其实是非常利用到蕨类的 如果有看过《侏罗记公园》那部片子 你就会知道在恐龙的身边 都有很多非常非常高大的树 可是其实那一些都不是现在的树 它都是蕨类 都是树蕨 所以目前有留下来的高大的树绝 对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笔桶树对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 包括联合国 是把它列为品领绝种的植物 可是台湾因为非常多非常多 那台湾早期也有把笔桶树拿来加工 当作就是种花的材料等等外销 因为这件事情也被一些国际的机构谴责 对他们来讲 我们怎么会把这样子的东西拿来 就是一颗一颗的砍下来 所以为什么像这样 明明在台湾就这么多 可是全世界就那么少 绝类的植物 绝类的植物在全世界的分布大概是这样子 台湾大概有630种以上 因为有很多都还没有命名 像我们在立家林道有看过一个卷博 就还没有命名 郭成文教授他们已经知道了 可是就是已经过了两三年了 那个名字还命不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还在继续不断的出现新的 可是可以知道最少是630多种以上 整个欧洲 欧洲是很多国家 整个欧洲120种 整个北美洲就是从墨西哥美国到加拿大 400多种 那立家林道多少种 150种 所以整个立家林道的绝类其实就比欧洲多了 就比欧洲多了 我们每次到立家林道 我们很时常都是看绝类 很时常都是看绝类 所以我们其实是必须要去看待 绝类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的 我们现在化电的煤炭 煤炭 树爵留下来的 树爵留下来的 那看了植物 我们当然是在植物 我们在观察植物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到 在植物上面会有很多孔洞 会有很多昆虫存在 在这张图里面 其实 当然这个是茅草 当然这个是茅草 我们在后面看到的这个 这个就是绝类 绝类其实大部分现在都有很多 都是在森林的底层里面 它有它的作用的 对于水土保持 或对于水的缓冲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个里面就出现了 非常多非常多的竹节虫 竹节虫 随便一看都会看得到 这样子 昆虫 这个也很时常看到 这个在柑橘类的植物上面 很时常会出现 这是大鳳蝶的幼虫 其实 各位同学如果 有机会 当看到植物的时候 看看植物的正面 看看植物的背面 就是你有时候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我们的眼睛 会不会去错过那样子而已 我们怎么去看 这是大鳳蝶的幼虫 它大概是四里 它的幼虫 如果它比它在 就是在102里左右 其实它看起来像什么 像鸟粪 这是它的伪装 这是它的伪装 所以你记得 如果有柑橘科 柑橘科 这个柑橘科很多 其实是可以 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 这个是 刺耳的幼虫 我们大部分 看到的毛毛虫 九成以上 都是